3月8号 边缘结束了山东的拍摄 他在最后一天拍到了一幅作品 然而边缘第一天拍摄珠环 却遭遇了失败 这次边缘想拍一张一大群珠环 从一颗树上飞出的照片 昨天早上由于亮度不够 边缘无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今天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拍摄 现在是早晨6点15 外边下了小雨 这个季节珠环7点左右会飞走 由于今天是阴天 亮度不足 依然是这次拍摇的主要问题 为了防止珠环受惊吓提前飞走 今天边缘搭建了一个伪装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点半 天空还很黑 这个地方按照昨天拍摄的时间 大概7点多钟 这个天才亮 这样的话我还有半个小时是等待的时间 听到没有 珠环在叫 亮度不足 是今天拍摄珠环最大的问题 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呢 结果呢 这个照度还是不行 今天艺术地的珠环数量和昨天差不多 为了拍到这张照片 边缘连续两天早上都是4点多出发 你不起来不敢在天亮之前 不到现场就伪装好 你怎么拍没法拍 所以说你在跟着鸟类 在争夺光线的时间 我根本就拍不了这个光线 太爱了 马上就7点钟了 伪装网起了很大的作用 今天珠环没有提前飞走 边缘是拍了一些照片 但是效果非常不理想 由于相机感光度已经调了非常高 照片布满了雪花点 如果此时珠环从树上飞走 边缘将无法拍到清晰的照片 我天哪 全飞了 气死我了 珠环一瞬间几乎全飞走了 边缘抓拍到了几支 而且画面的噪点非常多 我们只是在看珠环 在听珠环的叫声 而在这种噪度下 我们没法拍 我即使是现在使用 现在科技含量最高的了 这个相机 感光度都到了 确切的 再缺了一下 都到了五万多 感光度 也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办法 这次边缘除了拍摄珠环之外 还要拍黑锦鹤 三月份黑锦鹤开始迁徙 边缘决定离开阳县 赶往云南 所以说拍一个良好的画面 是不太容易的 天使地利用 边缘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 珠环艺术地也选得很好 但是却没有好的时机 云南大山包的情况 究竟如何 还是未知 大山包有一个湖泊 叫大海子 海拔三千多米 每年都会有黑锦鹤来此跃动 1998年 边缘曾在大山包待了五十多天 那次他拍到了一张 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次再来大山包 边缘想着重拍摄 飞翔中的黑锦鹤 马上就要到大海子了 然而这是透过车灯 可以明显看到奇霧了 随着海拔增高 雾越来越大 能见度呢 也就是这个三十米 所以我的车数呢 只能开到二十米 黑锦鹤和珠环一样 早上会飞离越速地 傍晚再飞回来 并且它们都是警觉性非常高的鸟类 边缘想拍飞翔中的黑锦鹤 但是黑锦鹤在哪里根本看不到 像今年早上这么大的木啊 很有可能木散了 贺飞了 我们也没拍到照片 这极有可能的 边缘准备先到山坡上 在那里可以俯瞰周围的环境 边缘离黑锦鹤距离将近一百米 大雾中的黑锦鹤依稀可见 此时岸边的黑锦鹤马上就要飞走了 哈 哎呀 洗个大澡 效果不好 洗点四周 最后一匹河飞龙 我以为今天早上能试个好天气 你看看不到天 现在还看不到太阳 这就是大山豹的天气 再转个地方看一看吧 大雾笼罩着整个大山豹 边缘来到堤坝上 它等待着能够有黑井鹤近距离飞过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这位是边缘的老朋友 1998年边缘和他一起来大山豹拍黑井鹤 他们已经有15年没见过面了 他和边缘一样非常喜欢拍摇 老友告诉边缘 这种大雾不容易散 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 这能见度也就30米了 就30米 如果真的如老友所说的那样 大雾会持续几天 那么边缘这次云南之行 极有可能一无所获 接近中午 大雾没有丝毫散去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大 这雾不散了 这鹤来了也拍不到 没办法 哎呀 今天早上大雾依旧笼罩的大山豹 边缘来到大海子前面的一个地下掩体 这里可以近距离拍到黑景鹤 边缘构想 早上黑景鹤的羽毛上会有露珠附在上面 会很漂亮 游人也不来了 看鸟在那里走了 就送下我了 我现在离客的距离 也就是30米 但是布就这么大 自动去焦的话 已经去不上焦了 只能改成手术 今天早上黑景鹤浑身湿漉漉的 并非边缘构想的 有露珠附在他们的羽毛上 这不是我想要的花片 哎呀 我天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云南是边缘刺刑最后一个拍摄点 这样的大午天 能把黑景鹤拍清楚都不容易 拍出别具一格的照片 更是难上加难 有风就好 风越大越好 能吹山就好 雾舞没有减弱的征兆 面对这样的大午天 边缘没有丝毫灵感 遗憾 是半世纪成功 中午 大午依然没有散去 吃过午饭后 边缘再次来到地下掩体 下午一点 渭鹤园开始投食 黑景鹤被引了过来 大雾深处的黑景鹤 渐渐出现在了眼前 越来越多的黑景鹤飞了过来 两天来 边缘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黑景鹤 黑景鹤飞起的频率并不高 边缘只能拍一些它们觅食的照片 偶尔还能拍一些黑景鹤打架的照片 下午四点多钟 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摄影爱好者兴奋起来了 大雾开始散去 远处的黑景鹤变得清晰起来 大海子的全貌渐渐出现在了眼前 当地黑景鹤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说 他在大山包工作了十年 这种天气他只遇到过三次 大海子黑景鹤保护站的战略都说 很难碰到这样的场景 西北罕见 边缘终于可以清晰地拍到黑景鹤了 但是这次来云南 他想拍到飞翔中的黑景鹤 傍晚黑景鹤会飞回夜宿地 边缘准备到地上二层去拍飞翔中的黑景鹤 太阳落山后 大群黑景鹤飞了回来 边缘将相机快门速度放慢 进行抓拍 但是这样极其容易把整个画面拍虚 过了很久都没有大群黑景鹤飞回 只是在远方有一只黑景鹤飞了回来 边缘根据自己经验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判 这个鸟它来决定夜宿地的问题 它盘旋看这个鸟安全不安全 其他的才能够往下落 陆续那边还会有 边缘认为 这只黑景鹤飞回来之后 还会有黑景鹤群飞回来 果然在天际边飞回来了五只黑景鹤 怎么样 准够 而就在这五只黑景鹤飞回来不久 一大群黑景鹤飞了回来 实际情况验证了边缘的预判是准确的 明天早上边缘决定要赶在日出前来到大海子 黑景鹤飞回来 在日出前 我现在要迅速地驾转一台相机 这是不是要架上一个船 以免这个黑领客飞起来 好 那我现在呢 马上要进入到现场 早上的黑领客很活跃 等太阳出来之后 很多黑领客会飞离这里 边缘这次来云南 就是要拍一张黑领客飞翔式的照片 边缘发现在湖里的一小块陆地上 站着一排黑领客 太阳在对面升起时 黑领客在逆光下会形成剪影 太阳升高后 光线就不再适合拍摄了 所以边缘必须抓住 太阳升起的这段时间 黑领客马上就要一匹匹逐渐飞走 在早上这种特殊光线下 可能会有意象不到的画面 黑领客开始一群群飞走 现在进入今天早上最关键的阶段 地上的枯草结满了霜 边缘一直跪在地上拍摄 它已经完全投入到了创作之中 太阳上升的速度很快 光线的变化也很大 此时太阳在湖中的倒影 形成了一个蘑菇的形状 边缘在等黑领客 从蘑菇倒影中飞过 这是此行边缘拍到的又一幅作品 但是边缘绝不是一个依靠偶然的机遇的摄影师 他在拍鸟上所取得的成就 源于他对拍鸟的那一份狂爱与执着 边缘来到大海子旁边的休息站 查看今天早上拍摄的照片 今早上的光线感觉不错 还是呢我现在坐在倒这个图 我就等着那层 我看一看能不能有可能 像这个你看像什么 是因为蘑菇 像蘑菇 边缘对今天早上拍摄的这组照片非常满意 照片的光线独特 画面中既有飞翔的黑颈鹤 又有静止站立的动静结合 这次边缘一共收获了两张作品 云南是边缘此行的最后一站 在云南拍摄了三天后 边缘准备返回大连 边缘离开大连半个月了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野外 没时间打理自己 边缘结束了此次攀咬之旅 正是踏上归途 他还是先到达阴台 然后从烟台坐船返回大连 此次边缘单车单人 穿越了二十二个省份 行程七千多公里 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 最终出了两张作品 在朋友眼中 边缘是一个疯狂的追鸟人 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 最后只收获两张照片 但是对于边缘来说 拍鸟已经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他想把鸟类最美丽的一面定格下来 在我的生命当中 拍摄鸟类是我的精神之路 我的躯体还能在动 是吧 我能呼吸 能集气象气 还能要去拍摄鸟类 就像中文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